大道不孤 大爱无疆 在湖北和武汉的抗疫动争当中 中国得到了来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在全球疫情爆发蔓延之后 中国也全力以赴向各国伸出了援手 这场是无前例的疫情 让我们都深刻的认识到 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修其与共 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 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 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世界经济依然面临衰退风险 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 中国抗疫秉持的不是独善其身 而是奸济天下 中国发展追求的不是一花独秀 而是春色满园